我覺得志工們跟我好像有仇 好像都是排到我第一名遊戲 現在兩個都好像也是我一生 怎麼一生到我了 好 那我們先開頭就是你們不知道 大家看我這樣 我小時候 我小時候的家境非常不好 我可能跟大家不一樣的事 我曾經快要沒有一個家 我們家是一個 我們家原本是貸款 然後當初已經花了資產不了 然後我跟我媽 我們家是一個單親家庭 就我們只有跟我媽兩個人 這樣互相扶持的長大 那我們曾經就 最難過到 我們曾經最難過到就是 道路上見 讓我們回收的東西去買 就真的那時候真的很猛 然後什麼難過的日子都多多 然後最後就是 我媽幫我們家 媽媽的貸款 就至少讓我們有一個完整的家 可以當作有避風缸 然後就是 再來就是介紹我小時候的事情 我小時候的夢想 曾經想過我想要當音樂家 天文明學家畫家 為什麼這麼多 因為小時候 我們的國小很豐富 我們有天文館 然後樂隊我也很喜歡參加 然後那時候美書班也很興奮 因為我很喜歡藝術 所以我也很喜歡畫畫 那時候就是 因為我很喜歡這些 可是又迫於現實 沒辦法去經營這一塊 就真的很難過說 當初為什麼就 家裡這樣 可是到現在想說 其實也還好 就是至少還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現在就是想要整個世界 這個世界就是 剛才兩分鐘分享講的 就是 你們不管做什麼都可以 就是 我只要改變的姿勢 或者是會在這個世界 做了一份不一樣的事情 就是 就算是對這世界有幫助 再來就是 人生中的轉折 在我國中的時候 我曾經 在那個 算是 升學的時代 我們 我也是 從 一開始的 類似放陽版 我曾經在過 類似快 放陽版的段階 什麼 很多事情 打架 什麼都看過 然後到 後來 從 有一天 就不知道哪跟進不對 就突然發現 就會念書有興趣 然後就突然念了起來 然後 念了起來 要考上一個 還不錯的學校 在這邊 叫那個 光山高中 就是第三資源 就 那時候開始 家人對我抱持很大的期待 就是說 你一定要考上成大啊 或者什麼 家人怎樣啊 可是那時候 從 壓根從沒想過說 我為什麼一定要做這種事情 然後 那時候 家人期待之下 我又 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閱讀障礙 怎麼樣 閱讀障礙的話 就是 你可能在 唸一本書 你沒辦法好好的 唸完一段句子 你可能 唸完一段以後 你可能 往上跳一行 或是往下跳一行 你可能就 很難 完全唸完一段句子 真的 一本書 我可能 這樣的小說 我大概 以前的話 大概 一個月到三個月 我才有辦法 唸完一本書 真的很痛苦 可是 那時候又很喜歡唸書 然後 因為家人期待 然後又加上 越有障礙 所以 呃 那時候學習真的很痛苦 然後成績也沒上來 然後就決定說 那就不要唸了啦 就開始放爛 放爛 然後 指考什麼都亂猜 然後 想說 結果 隨便上個學校 不然乾脆就出來工作就好 可是 最後 出來的成績是 我現在很想成 就是 轉身成績 然後就想說 那時候 你 那時候 上來後 真的你 我發現 想說 老天好 沒有放棄我 就 好像說 你 你 還是要去做 你 應該去找你想要做的事情 然後 這些地方 會讓你 找到你想要做的事情 然後 又選擇去念 然後 念了中山 可是大一的時候發現 天啊 我從每天的書真的好痛苦 每天都在重修 到現在 我到大四 我的普通物理 我重修了五次 上加下總共重修了八次 然後化學我也重修了大概五次 就是 這支基礎科目 就是讓我們很痛苦 可是 到了 現在我就是發現 所我先生念的海洋科學 很多就是 想要 可以去更進一步的發展的地方 公平四天 這邊講話講話 再來就是未來 未來的話就是 你往下一步 因為 我原本 決定命理救手的時候 跟讀電的時候 我一定要走學術這一塊 就是兩條路 就是工作和走學術 可是 當 我前幾天去做實驗完之後 我發現 學術這一塊 好像也沒有說到特別好 因為 學術的話 在台灣其實是很小心不快的 很快的 然後你也有競爭很困難 然後教授又不走 你又沒辦法上助理教授的位子 所以 你就只能做什麼 博士號研究 博士號研究 拿稍稍金 所以又不一定有工作 很迷惘 然後 然後就是 再來就是時間工程 就是五個人 來這邊參加焦點是其中一個 就是來聽 看看很多人不一樣的意見 很多人不一樣的想法 建議 然後就是 再來就是活在未來 活在未來的話 為什麼不是活在現在 而是活在未來 活在未來 你下一秒也是你的未來 所以你要 隨時就是 為你下一秒早想 不是你 為你現在早想 好 再來就是想想看 我很喜歡就是 點很多人不一樣的東西 就是 從這個畫面啊 或是 影片 讓人家去想 或是直接告訴你說 這個東西是怎樣 或是 這個東西 第一個就是這樣 可是 讓你去看錯 這個東西 可以讓你激發出什麼 不一樣的東西 好 接下來就讓你們看一下 首先 第一個 這個 這個是 這是 這兩個 那你跟 流浪狗 你們會想要 學哪一個 研究 這個流浪狗 是 應該有些人有看過嗎 這是 安樂死前 最後的肖像 就是 有一個攝影師去拍他 他們 安樂死前 就是 看得很難過 可是 當你想要幫助的時候 你會選擇看 不然先去幫助嗎 有 那個 不是 就是 流浪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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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浪狼的話 有些人會說 我為什麼幫助他 給他工作 他要活著 可是流浪狼的話 會說 他不是我的家人 他只是一個動物 就是會有 不一樣的想法 再來就是 當 一個 內向子 這個是 tap上面的內向子的力量 有興趣的人可以去看一下 然後這個 我就比例成一個外向子 一個 內向和外向的人 你覺得他們會有差點嗎 他們只是感應表的 按摩感應表的阿 對 然後 就可以去想說 你其實自己是怎樣的人 你想要怎麼去發揮 自己的個性 再來就是簡單講一下 我學的很專業 就跟大家推廣一下 然後 這個就是 一個 那個 探扇子 就是泛科學的一個專欄 一個專業網頁 我看到的時候 我就想說 我一定要拿來這邊 給大家分享 因為我們是學海洋 所以一定要推廣 大家一起去換海洋的知識 就簡單的講 就是海洋垃圾 你當一個塑膠袋 丟到海裡面裡面 海裡面的時候 當有波流 它會形成一個垃圾打 就變成這樣 可是垃圾打 它會分解成很小 一個細塊 就 幾乎看不到 在裡面 會被東西吃掉 這樣是一個多可怕的事情 所以 可以思考一下說 我們試試看 會不會滿好記憶的東西 因為 本來來說 現在 可以做的事情是什麼 想要 就是這樣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